这里是要你自主读 就是去读这些额外的东西 关于这个适应能力和呼吸系统的能力 然后它给你几个指示 这个是指示 它要你做这个自主的阅读 关于适应和呼吸系统的能力 在以下的资料 然后这里就给你三个资料 ABCA的资料是说不同的这个海拔 也就是讲在海底和在高山区的那个海 海底跟高山区它们海拔就不一样嘛 所以你要去研究这两个海拔 它们的那个呼吸系统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特别的能力 这个你就要回去复习你的Gattery Science 这一本书的第45页 它们就仔细的跟你讲 第二个活动是要你去看运动的活动 和一些生活的习惯 比如说运动员和游泳的人 它们的肺活量是不是比较不一样 它们的呼吸系统有什么 比我们特别的一些能力 这里要你参考InfoE 就是第一个资料也就在这边InfoE 所以你要去scan这个QR Code 它就会跟你讲一些额外资料 第三个的话是跟你讲这个 镰刀型的细胞的贫血症的病人 的这个疾病 所以镰刀型的话就是讲正常我们的红血球 是这样的原因一粒 然后这边凹进去跟后面凹下去 然后镰刀型的话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它们就没有办法装那个Oxygen 然后如果它的红血球长这个形状 它就是有这个Animia Salsabit的病 Animia是贫血症 因为它缺氧气就会有贫血 所以它是镰刀型贫血症的这个病 然后你要理解这个病的话 你就要参考InfoE 就是第二个资料也就是这里 所以你要scan的QR Code 进去看 感谢观看